有想过后面悄悄组会全部淘汰吗 没有惊喜包括自己 我没有想过我们悄悄组会团灭 但是我觉得悄悄也算是给我们 很完美的一个ending吧 已经很开心也很满足 然后到板哥 其实我没有想过Ella老师会选我 在我内心里面是五十五十八件 但我也觉得他可能会想要选唱歌 vocal更厉害的人 但是他是我的第一选择 当时在听完所有导师的歌的时候 一开始原本我是想选王苏龙老师 因为我以为他这次来的歌 又是那种甜甜 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歌 哪里知道他这次来的是不服 我觉得我还是去别的吧 结果一听到Ella老师的歌的时候 我当场落泪 当时应该还挺多人哭的 因为我自己听两次两次我都哭 有一句歌词是我最喜欢的就是 谢谢你很努力 谢谢你没放弃 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 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了 你看我现在讲一下我就想哭了 每个人理解歌是不一样的 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就是 你一定要鼓励自己 不要忘记鼓励自己 每一个人都值得被鼓励 被称赞 很多人会觉得 你做的所有的一切 跳舞唱歌都是应该的 你为什么要鼓励自己 但是如果没有你自己 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重要 所以一定要感谢在这条道路上 一直努力的自己 这样你才会有动力往更前面去走 对吧 然后呢 Ella老师选的我 为什么呢 因为她之前就说过 我的歌声能带给人家温暖 而且Ella老师说 她是有我在被选名单里面 我很开心很开心 当时就整个人很兴奋很开心 我没有想到我一进去就被选了 我更没有想到 预言和孙瑞会选这首歌 我以为他们会去很炸的歌 在结束导师合作舞台的时候 虽然Ella老师没有来现场 但是我们还是跟她一起合唱了 因为有她的声音 然后有她录的背景板 我觉得Ella老师给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个很美好的结束 因为一开始来的时候 在她给我这一个赞的时候 到最后和她一起完成晚安歌 我觉得就是我在青春有你二 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束吧 真的很感谢自己 然后到最后 直到自己的排名是第25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已经觉得 不管我的排名是否近或者不近 我觉得都已经是 但是非常的感谢 所有人也感谢我自己 我觉得我已经在青春有你 让大家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所有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 然后也在舞台上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我觉得我想要做的 我想要学的都已经达成 那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句号 在里面学到了很多 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我绝对不会放弃唱歌 我也不会放弃跳舞 我不是来这个节目趁热度的 我是来这里 学到了之后 爱上了之后 我就会继续的努力下去 继续在这一条道路上 填满我的色彩 然后呢 我要继续努力学唱歌 学跳舞 然后继续的发歌 虐你们的耳朵 就算没有青春有你了 结束了这个旅程 但是开启了我下一个旅程 我会继续让大家看到我的进步 用作品来说话 然后呢 我要非常感谢每一位导师 库恩制作人 他每一次会给我很大的鼓励 在我说我没有完成一个完美的舞台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们都看到你的进步了 也说他时常和吉他道士提起 蔡卓宜真的进步了 然后就说我 其实给这个团队带来了亮点 昆制作人真的是用他的精力在鼓励着我们 然后Ella老师就不用说了 他真的是每一次上他的课 他都给我很大的鼓励 然后让我在唱歌方面 有更大的自信 豆芽老师是我觉得最可惜的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 我好像还没唱过Rat 也没有真正的唱过他的课 就是上他的课 但是我都没有Rap的P 所以就 太可惜了 下次我来一段Rap 然后Lisa老师其实是我 那么多个导师里面最害怕的 他最严厉 但是我也最渴望得到他的认可 在第一次主题曲的时候 真是跳得太糟 然后我就想 他看得到我的进步 就是在第一次主题曲的时候 我连一个八拍 已经学了一整天 可是我第一个八拍我都跳不出来 然后到第二次主题曲了之后 好像就直接是第二次公演了 我居然 两天 学会了一个四分钟的舞蹈 还那么难的舞蹈 这还不叫进步叫什么呢 到R&B 每一次一次次的进步 我觉得 得到Lisa老师的认可 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还有王苏龙老师 他真的很可爱 每天教我们各种的游戏 然后教我拍子 我在他那里我学会了 反拍 算拍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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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喜欢王苏龙老师 他好可爱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 一定会努力接戏 让大家在荧幕前面看到我 好吗 偶像剧女主撒白天 好吧 试试看解不解得到 然后在这里呢 我还是要感谢这段时间 陪我进步的所有人 还有我的粉丝们 蔡姓们 辛苦你们了